由水保局推动的大专生回游 认识家乡产业的活动 这次来到积极镇举办 不但有专人带领所有参加的大专生 了解积极的香蕉以及陶艺等在地产业 也让这些学生们亲自体验 希望让这些大专生们 能够体验到家乡产业珍贵的地方 水波球为了要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台专青年朋友 可以了解我们地平的种种的特色 发现他们未来創作也好 他们的状态也好 可以用台湾的玩笑来做一个基础 特别来基于我们回游农村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所有的同学们来到我们积极 能够在专业讲师的一个带领之下 譬如有到天心窑对陶艺的进一步的认识 对于整个香蕉过去繁华的荣景 做一个历史的一个回顾 参加回游的大专生指出从来没有来过积极 而来到这边之后看到许多令人惊艳的点 尤其传统陶艺只会想到台北的音歌 但没有想到积极镇这边也有相当的有趣 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来过积极镇 所以来这边就是看到 就是有一些点还蛮惊艳的 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 其实这边有就是讨意 就是传统如果想到讨意 只会想到就是台北音歌 然后就觉得还蛮新奇的 因为积极还有就是除了骑脚踏车以外 还有别的东西可以体验 积极蔬果运校合作社理事主席黄荣炫指出 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让现在的年轻人体验到农村生活 相当的有意义 我们今天那个水保局 举办这个我们大学生的回游 当然这个对我们的产业是非常的加温的 因为让我们的大学生认识 我们这个在农村这些产业的一个发展 因为现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农村都是人口老化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我们让大学生来认识这一块 是必要性的 透过这样的大专生活有活动 不但能够认识在地产业 也能够了解积极的风采 陈教育议员感谢相关单位的用心 也期盼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吸引年轻人投入传统产业 记者邱平易积极采访报导 冷池 楼 就这样